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包括我记录的这些 具体的文档记录的也有上万件之多 那么我发现有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或某一个季节 往往算命的人会比较多 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反映了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内在的规律 比如说如果从纵观整个人生来说的话 中年人实际上是算命的是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中年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 知道了命运是不可强求的 那么未来还有希望 那么就需要来算命 既能够解决过去的迷惑困惑 又能够指点自己的未来 所以说 相对来说中年人算命比较多 然后老年人算命比较少一点 但是老年人也有很多来算命的 他主要不是给自己算命 因为他自己的差不多已经过完了 他主要是为子女算命 这就是从人的整个的阶段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人的角度来看 是中年人算命比较多 现在的趋势是青年人算命也比较多 另外从穷冲的角度来看 就是人走低谷的时候 往往算命的比较多 因为感觉自己的命运是无法掌控的 那么他就需要从命运学上寻找原因 相对来说 走好运的人算命比较少 因为他觉得这些好运 就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那么他更加相信于自己 但是近年来的情况是 很多事业有成的人 他也会去算命 他算命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一种系统的分析 而只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事件 某一个具体的流年 甚至他某一个决策的一种 从命运学上 或从其他方面进行一个咨询 这就是从季节的角度来看的话 一年春夏秋冬来看的话 春天和秋天算命的人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春天是希望的季节 需要规划一年 一年之期待于春 让我们从命运学上做一个指点 他就是秋天算命的人也多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半年的努力 到了秋天应该要收获了 你发现你没有收获 那么我们就要寻找原因 也可以从命运学上寻找到 这不能够如愿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秋天算命的人也比较多 这是从季节的角度来看 再也从时节的角度来看 就是元旦春节的人算命比较多 因为元旦春节分别是阳历年 跟我们说的农历新年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时候过完一年 下的一年要开始了 那么我们需要来算命 还有些人是在历春前后来算命 因为他知道 真正的干几几年的开始和结束 实际上是以历春为分界限的 但是也有人会选择在历春前后来算命 这种人往往是对命运学有所了解的 至少是懂他的基础知识 然后从一个星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是周五周日周一的人算命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周五特别是周五的晚上 经过一周的努力辛苦 就在很多问题困惑 迫切学到的指点 这种人个性比较急躁 那么就想着今天就要来算 还有人是周新天算命 平时很忙 也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 到了新天了 终于有空闲了 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了 也有时间 那么就想着周新天算命 还有一部分是周一算命 周一算命的人 往往是在周末的时候 不想考虑工作的事情 只想着到时候晚晚 或者是休息一下 到了星期一呢 一工作 发现面临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由自己得不得解决 有困惑 然后呢 往往又在周一的时候 会来选择算命 那么这是从一周的角度来看的 那么如果从一天的角度来看的话 往往是这个虚实和害时 在人算命的比较多 虚实就是下午到这个七点到九点 害时就是九点到十一点了 这个虚害是天门 所以说天门就是 可能有跟佛道玄学有缘 如果巴子里面有虚害的话 就是跟佛道玄学有缘 那么在这两个时刻的时候 人可能就是晚上 人的精神意志 是出于一个低落的状态 往往需要用精神的寄托 那么需要一种指点 所以这时候算命的人比较多 另外跟这个虚害对冲的 这个成时跟四时 算命的人也会比较多 但是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其他的时间 算命的人就会更少了 今天呢我们就 正经这些问题 就是正经我发现这些规律 来谈一下 大家一般会在何时算命 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所说 人们选择在什么时间点来算命 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精神的一种内在需求 还有他自己的一种个性的表现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